云林县长张立善有感于零四零在花莲大地震造成花莲的观光人数急剧下降 餐厅歇业小农产品无法销售 他号召了云林县公庙捐款协助振兴花莲的产业 在19号特别率团疫情30多人来到花莲县政府捐款了2710万 云林县市农业收入不丰 几个公庙以及团体响应张立善的号召 愿意把十方的上款再捐给花莲县 这样上款发挥更大效应 包括北港朝天宫1000万元 北港武德宫1000万元 四湖餐厅宫300万元 三条轮海清宫300万元 传人法人云林同乡文教基金会60万元 中华美国云林同乡会50万元 朝天宫蔡董事长现在在美国 因为美国有很多妈祖的分离 现在也在那边绕境 所以我们妈祖其实是全世界了 那今天特别我们苏董事副董事长 来捐助1000万 我们先给我们朝天宫 谢谢你们朝天宫 那我们的伍德宫 伍德宫这个是财神延廟 那他们要以不幸虚然 所以特别派我们的秘书长苏建华 他们也同样捐助了1000万 谢谢伍德宫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餐天宫 这个关聖地君应该是我们副委员最常去拜的 餐天宫 他们有捐赠了300万 谢谢餐天宫 还有我们的餐天宫 这是包公祖廟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有任何事情去包公祖 拜拜祈求都会应验 海情共来苏金智族会 所有台阶宫 是有大部分的 他们总共这几个公庙 大概比较香火鼎盛 所以我就特别请他们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几个公庙 也特别感谢我们云林同乡会 同乡会 我们的林锦忠理事长也捐助了50万 然后我们给他掌声 谢谢 还有我们的云林同乡文教基金会 谭亮级董事长号召了12位 我们的同乡里坚士 他们也共同捐赠了60万 谢谢 谢谢 现在许正会则是相当的感谢 我们张立善县县长还用第二预备金 把我们花莲的观光观光结合 以及我们这个观光署的这个团 应该是说团客的部分把他连结起来 这也是希望在这一次的我们的云林 有导游协会 理事长和我们的秘书长都来 可以将我们从5月10号开始的这个整个观光 院一直到年底的温泉季可以对外向外行销 张立善表示 云林县在1999年发生9一大地震之后 伤亡相当的惨重 正后就在附近或的全世界 包括花莲县对云林的关心协助 云林县政府将捷径所提供协助 期望花莲早日完成重建 走出正在的伤痛 记者就要希望能云环市不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